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嘎 最近呢有玩有问阿嘎哦 哎会不会玩玩看这个北欧之境的每日挑战呢 然后阿嘎就打算哦 哎那就要不就先来 把之前还没有完成的一些成就啊 先慢慢的都干出来吧 然后没想到啊 这几天终于抽出时间来一打开游戏 发现哎这游戏更新了哦 更新了一个新的人物 另外还有一个新的地图 新的人物叫做汉斯啊 然后他是可以摧毁敌人啊 把他的能量占为己有 然后只要我击败敌人呢 他们就有机会呢会掉落一个暗影的球吧 然后他每一个球啊都可以为我的暴击率啊 增加15%这样子 但是呢每一次受伤都会失去了一个 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个人物来打打开新地图 试试看 一开始的初始圣物呢 有两把一个是匕首一个是水晶 我感觉水晶好像比较特别啊 匕首就也是就比较惯例的 就是往前丢出去就是了 这个水晶呢就比较特别一点 那我们今天就选这个水晶玩玩看吧 那对了差点忘记 一开始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世界树吧 世界树 阿甘依然还没有把他们全部填满 那我们继续再打下去 看哪一天能够把他们全部都都点上吧 那我们就选这个新地图 他一共是九届啊 然后现在是第五个世界啊 那我们就选上这个 然后选上专家级的模式来玩玩看吧 新地图叫做华纳海捕 哎然后看到我们新的武器的攻击模式啊 是在地板上面留下一滩 像血一样的东西 暗影一样的东西 然后敌人呢只要经过他 然后就会受伤 然后我们呢把那个 就是先前有一些升级啊 现在我们一出来啊 就已经有十个点数 那我们加在这个技能上面 那我就全部都加在这个生成水晶上面吧 然后新都新地图呢 有一些那个黄金的雕像啊 就是这种 然后只要我们靠近了 他就会往我们射那个激光啊 然后会维持好一阵子 我们尽量就不要去惹那些 那些雕像了 然后先把我们需要的东西先先收刮一下 我是想要尽快去拿上面那个超限水晶啊 然后 回靠又又遇到他了 就超限水晶赶快拿一拿 然后一会只要等我们那个技能等级升满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化我们的武器了 我们在这里绕一会好了 就把那个等级提升上去 再提升一下 投射物不够啊 我想说再刷一刷能不能够把那个投射物的数量 提升上去呢 哎可以了 但是我们再存个五点 五点就可以把他升满了 然后就超限 但是我觉得新的就这个角色好像他的武器有点少啊 因为他看到他的那个技能数啊 他就一共就一二三四四个技能 然后有两个呢 就是其中就其全部都是二选一的 所以我们最后啊 他的技能他的攻击类技能我们就只能选 选其中两个了 哎好像出现了一些精英怪的感觉哦 然后这个这个角色我觉得其实 刚开始那个等级还不高的时候是有点难用的 哎其实前面我不用等了 可以先拿上水晶然后再再再升等级啊 好了我可以把他升到满了 然后就来超限 超限有两个选择啊 一个呢就是给敌人那个缓速啊 减慢他们速度 另外一个就是 有几率有几率在随机射一些 匕首出来 那我就选这个好了 然后再选上其他的技能了 这一边我会比较喜欢 因为他二选一吧 一个是影子十字弓 就是召唤一个影子弓箭手 另外一个是影子的武士 我比较喜欢那个弓箭手 因为他是攻击距离比较长啊 哎然后现在我们加了点数之后 我们的那个祭塔呢 就是有机会会再出现一个 就拿完有机会会再跟 就是在在马上刷新一次 这样看几率的看概率 然后这一次运气还蛮好的 刷新了一个超限水晶给我 然后好像差不多了 这边拿的差不多了 我就去 去拿点其他的那些祭坛里面的东西了 然后这里有个黄油饼干 可以加那个红星容器哦 就正好需要 因为我们今天人物 只有两点的那个生命值 然后现在最高难度 敌人稍微碰我一下我就 我就我就掉了一颗星了 一整颗星了 所以就 还是赶快把他的生命值提升一下 还有一个精英怪 赶快打他 这有时候他的攻击是 是比较随机的 然后也不是哇哇哇哇 靠 被打到了被打到了 哦 然后这边还有还有精英怪啊 好 还好还好 又回复了 交两颗星了 不要往下了 那我们往那边先来补一补那个血量 哇靠 又要走进那个雕像 蛮讨厌的这个雕像 就有时候被他 哎呀 追着追着 然后就分神了 分神然后就会被打了 然后很容易这 这一个雕像就逃到另外一个雕像那边去了 慢着我现在有二十几点的那个 那个 那个机能点了 投射物 投射物我觉得是越多越好 那就免费的重植一次吧 哎好 七个也好 然后就超限了 把它超限 超限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 我的弓箭手啊 在每个方向都可以攻击两次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的弓箭手的剑呢 有5%的概率 会产生另外一个弓箭手哦 哇这个好像不错 弓箭手产生弓箭手 那就不是就是无限的弓箭手了吗 然后我这里再选一个 我想说先来提升这个范围 因为这个 这个生成水晶 好像主要就是靠那个攻击范围啊 哎 但是我的技能点已经完光了 我怎么好像不停的听到那个药水的声音啊 我现在蛮需要那个药水哦 哦就是这一边了 走进这里然后就会被打 然后我要赶快逃 然后那一边有一个新的祭坛啊 这一个祭坛就是 我觉得挺难打的 其实这个祭坛 他也不是难打 就是比较麻烦 有时候如果那攻击力太低呢 然后他有时候不停的召唤那个精英怪 然后打起来就会比较难搞一点 那没关系 我们现在那个 两个主要的技能 的攻击技能已经拿出来了 就都已经拿到了 而且还都都已经超线 所以我们应该 会打的顺一点 不过这个这个人物 就这个角色打起来那个 打击感好像会比较弱一点 因为他都只是在那个 地板上面留下一滩 一滩 一滩 影子这样 然后打起来就会 没什么打击感 哈哈哈 哇哇哇哇 敌人开始围过来啰 然后我又不能走动 我再提升一下吧 哎 先提升这一个 这一个是一个披风啊 然后让我可以有一个冲刺的能力啊 往某个方向去冲刺 然后还可以在地板上面留下一滩那个 阴影 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爆炸 去攻击敌人 然后边走边留意 还有哪里有祭坛呢 好像 右手边有一个 然后边走的时候 还要小心不要往那个 那个雕像那边跑过去 哎 那边有个雕像 那我们就走远一点 就尽量不得罪他了 哎 然后这边有一个新的武器 五块钱而已 我觉得这个角色是可以多买一点新的武器 哎 再买一个 啊这个是有蓝 有蓝色的星就可以加伤害 多五块 我也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 先买下来 然后我们 哎 左上角有个可以直接吸经验值 值的 道具哦 要被打 那现在我们不用担心后面那个减经验值的问题 那我们就尽量多减一点钱吧 哎 蓝色的 正好我就是需要蓝色的提升那个生命值 让我的伤害高一点啊 哎那边蓝 那这边地图上面有个显示红色的这个 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又给我们加了那个暴击率 他说可以加 最多加五次 每一次加十五 那就是加起来就已经有 有百分之七十五了 就百分之七十五 又蓝色的星又绿色的星 然后我再去那边看看那个蓝色的 往左边走 然后这边有一些二选一的技能 这个这个角色好像全部都是二选一的哦 一个是增加对你老板的伤害 那增加老板是伤害我觉得不错啊 那我就选择就就这个吧 增加对你老板的伤害 然后再加点范围啊 我们这个优签选一下吧 然后另外两个二选一的就是这个 你获得暴击伤害加百分之百分之五十 但是所有非关键攻击 应该就是非暴击的伤害会减低 那我就先不要了吧 我的暴击率其实也没那么高 那我后面可能会选这个如果 高于百分之一百的暴击率会转换 部分转换为那个伤害 那可能后期一点我可能带起那个了 我们现在先过去拿那个蓝色的 蓝色的鸡蓝色的鸡蛋 用技能点换一个雪花 雪花好像是可以在我们身边 加一个环速的效果 然后现在应该是一直有个精英怪 因为我们走太远了 然后他没跟过来 所以一直有一些红色东西在攻击我们 哎好了他死了 但是那个经验池掉了在那个雕像旁边 我帽子过来剪一下 好 我感觉就是不停的听到那个钱的声音 但是不知道掉哪里哎又有那个 精英怪又来了哦 哎那边有个宝箱哦 连boss都出来了 先剪宝箱 因为宝箱好像是不会流到下一关的 我们赶快剪一剪 然后这里有加投射物加伤害还有加冷却速度 那我加先加投射物好了 我们今天最优先加他是吧 哎要我会打 哎我怎么前面前面我的血量就那么低了 哦对我我应该是先被他扣了 扣掉了我的绿色的血还有蓝色的血 打他赶快打他 哎对了我的攻击 我在想其实今天我们的攻击颜色那么浅 我们试试看把那个特效特效能见度开高一点 就高一点点不然好像打起来没有feel啊对吧 就那些弓箭手也是一个影子 就颜色就很浅 我觉得好像攻击打的太慢 哎哎哎哎哎哎小心一点 哎好像打完了 打完之后就赶快用那个吸经验值 那个就把所有的经验值吸回来 然后这里就买回来 引力之介 然后前面我们拿到那个道具 好像是要蓝色的心才是加伤害的 然后绿色的我就不买了 然后这里我就看看啊 这里他卖什么元素清合力 那我这个不要 我选一些 我选一些道具是可以增加我的其他的攻击方式的 攻击速度也不要了 那我选个这个杖吧 然后再重选一次 看有没有什么加范围啊 哎加暴击率 加暴击率也可以 然后还有这里有一个 哎加红星容器也可以 就我生命值太低了 没损失半颗红星增加那个伤害5% 好像不高嘛 我这边加个蓝色的信 就可以加加那个伤害 那这个那刚刚那个一颗星加10点伤害那这个 应该不常用到吧 有有点贵 我现在剩下30块 那我就 再重选 然后一个这个蘑菇 这个蘑菇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加各种的攻击速度啊等等 哎这里有个加弹射次数 这个也不错 好买了 我买了 然后就就这样吧 好像没钱了 但是我还有一个超限的水晶 超限水晶 我在想要超限哪一个呢 要不我就来超限这个影子十字弓吧 然后我的影子弓箭手 可以在每一个方向上面进行两次攻击 而另外我有40点的那个那个点数 那我就来先点上吧 然后我就加在 先加这些吧 其实加这个冷却速度应该也蛮重要 好 ok 了 那我们出发了 现在应该就很好打了 我就强势回归了 然后我们就先去那种祭坛 就是他要耗时间的 因为他有机会可以就直接刷新嘛 直接刷新的话 就可能在上面不知道耗多少多少多少秒了 然后我就直接过来先拿了好了 然后感觉用这个角色好像打起来还蛮出钱嘛 因为他他那个 他那个攻击啊是在地上面留下一滩 影子或者是一滩一滩血一样的东西 然后那个东西敌人冲过来会持续受到伤害的 所以我感觉他就这样子打起来 才把他就比较休闲不用我走来走去是吧 因为我现在身边 全部都是那种暗影一样的东西了 然后敌人冲过来然后就会受到 一秒 好 拿那个火毒护服 但是我其实没有很常用到 哎这里有个红色的 红色的那个火会给我给我加那个暴击率了 看到的话我会尽量都去拿一下 因为他会消散的 所以他会灭掉这样 然后只要拿到之后应该就在这一关里面都都会一直维持那个暴击率 哎有精英怪 哎有宝箱 宝箱里面是什么呢 投射速度还有精焰球的吸引力啊 吸引力好像不太需要吧 那我加个持续时间好了 然后就尽量多拿点钱 就来后面买东西用的 就我我我发现我前面就点了那个就有一些选项吗 然后我就把那个掉金币的那个概率点上 然后现在战前容易多了就没有那么穷了 他那个效果还是蛮明显的 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哎好像现在钱容易占了吗 就感觉会 开心一点哈哈哈 就战前就轻便轻松了 哎拿不到差一点点 那就算了 我看到好多宝箱啊之类的 那我一会过去拿 哎那边有个红色的 拿不到 好拿到了这个道具了这个火炬 那火炬好像也是 跟我今天的攻击好像关系不大 哎这里有个加炮几率的哦 今天加炮几率可重要了 然后再来一个 这个投射物还是加这个投射物呢 我决定加这个范围 就优先加他的范围啊 我想说看能不能地板上一大堆一大堆那个 那个 就我也不知道叫他什么了那个警司啊 好了然后就哪里有钱 哎慢着上面还有个祭坛哦 那祭坛是不是我前面拿了然后他又抓心了 然后害我又要大老远跑过去 路上顺便有车就剪一下哦靠 不要再推了 然后我发现他好像更新过后啊 好像现在 就之前我们好像要在那个圈里面打的 还会吸过去 然后现在我们好像他那个圈 附近的远一点的也可以把他吸过去 就是算在那个 附近杀的敌人那个数量上面 然后现在他他拿起来就超级快 哇哦好拿到了又一个拿经验值 好像会速度快一点 然后看到火焰就这个 优先拿有拿到吗还是说已经到上线了 到上线就算了 又是这种雕像 但是后期就是 除非我们走路速度很慢 不然后期我们只要保持移动的话 应该基本上找不到 而且他那个射线嘛 我刚开始以为他是整条线路上面 都都能攻击到了 后面发现他是 他的攻击点就只有一个点 所以就不用太担心 然后我们的那个暴击率好像已经到顶了 我们就不用故意的不停的跑去拿那些火焰 哎但是我们可以就是点上这个之后 高于100%的暴击率可以变为那个伤害 前面我都忘记了 赶快把他受伤 啊受伤了 应该是附近有基因怪不然哎呀 不停的被打 投射物加一 我再加个投射物 地图上面还有 有没有什么东西我是还没拿的 好像下面有一个蓝色的地团 我回去看看 哎这一个加伤害也OK吧 就新的基因怪老师会有一个 就是地板上出现一个红色的东西嘛 然后红色的东西会出现一股风 一股妖风把我们吹走 然后哇靠这股更强劲的妖风 然后那股妖风把我们吹走就很危险 不知道会把我们吹到哪里去 吹到什么东西那边 然后这里既然我好像点数还蛮多的 我加一下 好这个也到顶级了 吹吹吹 刚好在 夹棚去中超过 好搞定了 看这一次能提升多少个等级 然后再拿了一个超限水晶 再拿了一个超限水晶之后 我就决定把这个就是 也是他自己本身的武器啊 然后铜箱也升到最顶级 然后现在他除了可以减环 就是他能减环速度 然后还可以每隔一段时间呢 就造成一个伤害 然后其他的我就先把它升满吧 然后既然点数 拿都拿了 那就都用光吧 哎然后这里有一个好东西 他直接可以用用10块钱换25块钱哦 好东西 然后这里还有个打折的道具 但是好像不适合我用啊 那我就把钱都砸在这些武器上面吧 重击地面 加投射物速度 算了 来留着用了哎 这里有个好东西 我目前拥有的金币又增加一倍 哇爽哦 还有这一个增加一颗蓝色的星 那可以加加我10%的攻击力哦 那我还是先加个红星 然后再加个蓝星 然后我现在钱好像还蛮多的 哎 小心不要用错了那个道具 先加一个蓝星 然后再点回来 再重选 增加一个满的红色的星和一颗蓝色的星 那这个蛮划算的嘛 然后攻击速度 攻击速度我好像没有很需要 还有加移动速度也算了 钱省着省着花嘛 然后这个损失红星会增加伤害 哎这里有个加暴击几率的 加伤害和攻击速度 哎这里有两个 三个我都想要 那我就都买下来了 两个武器 和一个加那个 红星就是加我的生命值 哎这边还有一个蓝色的星 好了现在我有三颗蓝色的星了 然后就好像全剩两块 应该买不了什么了吧 然后我现在有四十九点的金 那个那个技能点啊 我把全他们全部都加满好了 加满了我的攻击手段就变多了很多了 就我自己的做法都喜欢就是在那个关卡里面尽量都拿那个哎哎用光了就尽量都拿上那个就是这个经验值的戒指啊然后后面就是打完一轮之后就全部一次都把他们收集回来 不过虽然有人说就是 这个有个有个好东西 我贪婪 自我钱多 然后就会加给我加伤害 然后虽然有人说就是那个地图上面的金币 我没有就是那个经验值啊是有上限的 但是我感觉就是反正我也就 我也就只有就一颗那个戒指啊 所以我就一直都留到那个关卡底之后才会才会去使用 然后除非我在关卡中间也太靠 打了我1.5滴血靠很痛的这个 然后前面说除非我在那个关卡中间啊也剪也剪到了那个 经验值戒指 不然的话我就都留到那个关卡底之后才会去使用 哎呦我前面那个蓝色的 新给我加那个反正30的攻击力 现在被他打一打然后我就没了 15%的攻击力了 好惨哦 这样子也太痛了吧 然后说那个就是就是那个红色的东西被被打到的话 会扣掉 哎打到了一个 拿到了一个武器啊 就是多一点攻击手段 也比较好用一点 哇这里好忙哦 然后这里有一个收集金币的戒指啊 我后面 还是说现在直接剪掉好了 这剪到直接用掉吧 好把钱都剪了 然后下面有个宝箱 那我这里加加点范围好了 哎呦那边有个红色的是加那个暴击率的 我不停的听到那个吊东西的声音啊 但是感觉好忙哦我都过不去拿就是不能全部都拿拿拿走 然后我现在是打算往左边走 然后我现在是打算往左边走 先去把那个 直接祭坛拿拿掉 哎我那么怕出去煩啊 然后这一个20块20块有一个吸收一只攻击 好吧来吧保命的东西 哎呦又有精英怪了 地图上面有三只精英怪 然后再往上头 加效果 然后再往上 哎这个 钱越多 我的攻击力越强 但是我不知道我可以 捡到多少钱 他在这里 持续时间或者暴击几率 那我加 持续时间 会让我地板上那些那些东西啊 呃持续时间久一点 然后右手边其实我看到还有一个宝箱啊 过去捡宝箱好了 然后原路顺便捡点圆 现在每多一块都是给我加一点那个攻击力 不知道我的宝箱在哪里 哎看到了看到 好像挺遥远的哦 哎哎呀 来不及了 然后最后一刻 把所有的经验值都吸了回来 然后就 要不我这里就不买东西了吧 然后把该 提升的就先提升掉就好了 然后就差不多了 我的攻击力 应该已经 到顶级了 然后现在 剩下的钱剩下25块 然后我就都留着用来提升到攻击力吧 所以每1% 就是这个 每一个金币 就可以加一点伤害 现在我有25块 然后就加了25%的伤害 那那些东西我就不买了 我也不知道那个宝箱里面是什么东西 然后 哎点数浪费了 浪费了 然后是海神啊 那地图上面好像还有四个那个 神像啊 所以我就走来走去好了 因为他会不停的来攻击我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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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样子好难躲啊 幸好我的攻击力够高 哦 好危险好危险 嘿 幸好 幸好把他杀了 不然就翻车了 然后今天这个人物啊 我个人感觉好像 打起来蛮有特色 但是我觉得他的本身的攻击力啊 好像很一般 就是他的攻击手段太少了 然后我们看到他的主动圣物啊 就是他的主动攻击方面啊 反正主要就靠我们这个隐之十字弓 造成了一些伤害啊 反正差的很远啊 每一秒的伤害都四千多啊 然后下面两个就已经就感觉就是 有一个断层这样子了 然后生成水晶没想到还比辅上 一个拿回来的强力弓 好像攻击力一般 那那不知道网友们觉得这个角色怎么样 好用不好用啊 欢迎嘎嘎分享一下你们的想法 那今天现在这里啦 如果喜欢的朋友啊 慢慢点个赞呗 谢谢大家拜拜